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我每天的收视post早点收到或想看某些资讯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一下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的private group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多收我的资料或发放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去加入我的private group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点的事? 有的 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有即时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验试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那个是奇权盘牢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如果有免费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或者有连续在里面 有问题可以留言或者patreon 好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这个星期的每周大使分析 好 欢迎大家回来 奇权盘牢叔每周大使分析 今天是2023年6月11日 开始前来让我买个小告白 如果你第一次看这条频道的朋友 麻烦点击订阅 还有点击订阅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好 麻烦点击订阅 最好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多点 另外如果你觉得可以的 有个Superfans 可以用Superfans去支持一下我们 最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 长话短说 我们看看收线 周线图待会再说 我们先说一下数据 本星期的高位是19463.61 升了438.7 应该是星期五做的 低位是18896.13 比前一星期高了851.27 这个星期的波幅 比前一星期少了412.57 只有567.48 全星期升了440点 我们谈谈周线图的趋势和发质 这个星期仍然在第四阶段 持续下跌 技术指标方面 都是持平的 阻力支持位就在画面 这里 大家自己看 好了 我们谈谈一幅图 其实这幅图的日线 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是反弹来的 很简单 就是说你的反弹 已经很清晰 但如果这位是周线 不过我都会这么说 都是反弹来的 因为你起码一样东西 从这幅图里面 最少都要升过那条冲击线 那条冲击线是哪一位呢 1999多 距离现在是一段距离 那你说到不到了呢 到不到了呢 我们转后在日线里面说 但从这幅图 我就可以告诉大家 或者从吹势流法则 都可以说 尾声特 即是 你能够确认上升动力 现在最多 我都只能说是反弹 那反弹还有没有空间 不是没有的 还有一些 但是 不大 除非一样东西 它再大力点 升穿 甚至去到 终极线那位 那我就可能会转态了 我不排除这件事 不过一样东西 起码令到我 你做到这件事先 你未做到 从我经验里面 吹势图 图表 我仍然只能够 classify反弹 再者 待会日线都会说 就是成交 成交那么少 那怎么升呢 那些钱 不敢说 那些钱要回来的 可能一天 两天都会回来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纯粹 以现在的成交 我就看不到 它能支持反弹 可以还有多久 不代表它马上跌 我也很明白 有些人看完之后 大叔 你说它反弹没力 即是要跌 代表马上跌 可以磨 所以 你不要说我戴不戴头盔 我只是想 糾正一件事 市场 可以升 可以跌 可以磨 尤其是 成交在一个 不是很多 和一个很稳定的 环境下 这种磨 是有可能会 继续一段时间的 那 看回这个星期 五天来说 都不是很大波幅 刚才也说过 只有五百多点波幅 和相对前三个星期 甚至四个星期 波幅也是少的 或者这么说 如果要看这幅图 也很清晰 你现在来说 起码 过去五个星期 都比你个星期 其实这星期是小波幅 你说 对我们做指数有没有好处呢 我奉劝一句 快 狠 决定要快 落着要狠 离场要更狠 就是这么多 最一定要快 不要留 过不过夜 这个真的要自己去考虑 为什么呢 月头过夜没问题 其实月头还可以 不过 下个月回来 12号 即是回来到交易12号 那天 也是被动基金买货日 12号 已经去到一个月的月中 即是在期权的周围 走到第二周围 时间就开始进入贬值不快 我会奉劝一句 就算你要过夜 鎖一鎖 如何鎖 要看你的工具 工具 例如在期权里面 鎖是很方便 不过还有很多种方法 看你如何做 周线暂时有这么多 稍后我们回来说一下日线 稍后见 稍后见 我们回来说日线 稍后有三百八十六点八一 公平点 起见 上星期有两天 有些基金换货 扯高了成交 但有这么说 就算我撇除上星期 我再和再前一周比 都是偏少 再者 这个星期里面 我没有记得到两天 连九百亿都不够 到星期四、星期五 只有八百多亿 值得留意一下 值得留意一下 为何在竞价时段 会做出这么多呢 这个大家自己想想 好了 下一个光阴转角日 光阴商的转角日 就是6月15日 即是星期四 自己留意 日线图的趋势由法则 现在是第四阶段 仍然是持续下跌 不过 跌势有点好转 现在是持续 有没有机会去第五阶段 不是没有 看看未来几天有没有历史 如果没有历史 我就觉得未必得 看看后市如何 现在还未知 另外 这个星期很厉害 升上来时 没有了两个 之前的两个列口 在5月24日和25日的 两个下跌列口 完全没有了 不过这么说 補完 那不是升了很多 不是 只不过 基本上 星期三是補了 但是呢 星期四下回来 星期五抽上去 但是 星期五也不是真的 升了很多 再者 你现在看到一幅图 一条蓝色线 这是终极线 这么巧 它去到终极线门口 又没有力量升穿它 那会不会回来升穿呢 我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几乎不少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回之前 几次上去 上去 上去 穿了在终极线上面 穿了 不过这个穿了一天 收视也站不到上面 现在还未穿 再者 这里 站了一天 第二天 这个站了一天 那这个又如何 又这样看 这个无毒有偶 就几次都碰上 这条下降通道 会不会星期一回来 顶一顶下降位 一点都不记得 这个位置 就自己去看看 画面应该有的 另外 下星期的日线分界线 是19217.9 大约现在这些位置 也有到 那房子会不会回来 我不知道 市有没有力量升穿 我也不知道 不过刚才也说过 成交不少 是不是这么容易升穿呢 是不是可以买上去呢 不过星期一 五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原因是 是被动基金买货日 通常都 那些钱不是我的 我是奉命买东西 什么价我都要买的 因为每个月都有工款 我目标就是 要买东西 不是要买最便宜的 所以 什么价钱 都不是很重要 所以会不会说 因为被动基金买货日 而再推高一点点 不太除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如果纯粹看 成交 真的有些问题 再透露多一点点 看看仓位 上面空间不是没有 不过不是很多 那么 开始看到 在 不够一千点距离 已经有 一些锁仓 甚至乎 一些锁仓的情况 出现了 所以呢 上面空间 应该真的有 有可能 真的 升一升穿去 踏迫这条线 那就 完成目标 但是 不代表 就像这段感觉 下来 不是每次都这样下来的 那现在 基本上 这里录了6天 这里加上 现在 都只不过是7天 虽然你说 6天我升不回 这个位置 但是 我觉得差不多 以个角度 上升角度 头段是做得到下跌的 不过是尾断 这里开始横行 这个横行 会不会继续延伸呢 这么巧啊 现在回到一个横行区 这个是很早之前 即是两个月前的横行区 在这里横行了一段时间 会不会又在这里再横行一下呢 市场没什么水 要横行 一点都不站 还有记住一件事 市场不是升就跌 这是错的 市场是三种方向 升 跌 摩 现在在摩 要摩多久 不知道 甚至可以摩一个月 其实基本上 4月份 差不多摩了大半个月 不过 上下空间都大 800多点 这里较窄 这里较窄 大概500点 我上个星期在会员后续都说了 其实这段空间 其中一个选择 会不会突破这个空间 去另一个空间呢 待会今天 另外会员后续会再说 他可以摩多久 真是没人知道 再者 他摩到尾 碰 就几天 搞定你了 走了两千点 一千多二千点 一千 一千 一千三点 到 现在回到一大部分 回到一大部分 为什么回到一大部分 其实有原因 这里可以透露一点点 其实五月转六月 是淡窗底 在什么位置转窗呢 是19060转 转完窗 冲了下去 去到目标 就完成了 接着开始打 现在回到转窗位 其实也是转窗位 高一点 现在来说 其实高一点是正常的 现在来说 还可不可以高 某程度上 对他来说 可以再高 是一件好事 因为人家犯了手 又或者这么说 人家已经去到 不败之地 怎样令到自己 做不败之地 留在奇权班 但现在来说 他在上面 是有好处的 不差的 升跌也会赢 其实升跌也会赢 其实升跌也会赢 但是一件事 小心 他做了这些行为 你看着 他的转窗位 他回到转窗位 就可以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 收时间 回到转窗位 旗子 别人用旗子 不是验货 刚才也说过 什么位置 在刚才说过 忘记回到转窗位 如果有一天 收市价 落到旗子 转窗位 你小心 这段反弹就可以了 这段反弹能不能够 变成一个转势向上 未来这几天就知道了 幸福以待 想知道更多 会员后续 我会说更多 下星期 会怎样呢 我明白 如果我现在不说 有很多人会说 在youtube里面 透露一点点 下星期 刚才也说过 这段都磨了这么久 现在才开始磨 那磨多几天都可以吧 明白了 好了 日诗就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说一下 一些特别日子 稍后见 回来说一下 特别日子 下星期来说 哪一日特别一点 看不太清楚 不如先说一下日子 恒指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各指 星期一 9月4月1已经走一段 夜期应该是星期一 另外星期五 各指 星期四 上星 星期三 四 五 道指 星期五 S&P 五百 星期二 纳指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 其实 下星期来说 很散乱 不过我想提提大家 下星期来说 6月14日 是美国加息 以息日子 究竟加不加息呢 不知道 但是 刚刚来说 加拿大澳洲都加息 会不会令到美国 不想加息 想停一停的部分 都变回加息呢 不知道 外面在存在 美国开始会停加息 不代表减息 但是 旁边的那些 非常加呢 有时候 是不是你不加就可以呢 再者 是不是现在的通胀少了呢 又这么说 上个月或上两个月加息的时候 美国的中型银行 爆煲都加息 这个月没有事 又 难道这个月没有事都可以不加呢 另外 6月16日 6月16日 就是4毛日 即是美国的衍生工具 结算 大家要留意 可能结算完之后 有另一个世界 不过 美国结算是很有趣的 就不是 那天的收市价 是那天的开市价 大家自己留意 可能 即是说 到16日 美股都会有变动 现在可能 14日打后 都有变动 都不奇怪 会不会影响到港股呢 暂时未知 不过 现在大部分资金 就走了去美国 玩AI概念股 但是很贵 随时 跟着拿火棒 那 会不会咬腰回来 或者 去到一个不合理地 贵的价钱 这个世界都要回的 人家要吃虎 那吃虎 那就糊了 那大家要小心一点 好了 看完最后法则 最后法则是行指各指 第四阶段 科子刚刚好星期五 就去了第五阶段 但是 会不会回到第四阶段 是有些可能性的 看看他 能不能够再上一层 不过 上次 上去 科子先走 大问题下来 科子先走 好了 上证 第四阶段 没什么变化 都是 叉叉的 导致 导致 S&P500 纳子第一阶段 不过想大家留意导致 导致 导致就刚刚转第一阶段 这个第一阶段 这个第一阶段 都是刺氧的 小心去继续向上 三个指数 都仍然是在催秀法则 有明显的动力 不过 如果纯粹看图 小心 S&P500 和纳子 有少少做圆顶的感觉 我想这个圆顶 不会太快 它也要在上面 磨一磨 磨一磨 越磨得久 其实都不理 大家小心 这个星期差不多了 不过 尤其想有点 呼吁一下大家 有个网台 香港有心人做的 新闻网台 Channel C 告急 香港人 如果有少少闲钱 可以帮帮忙 订阅他们的频道 不是很贵的 一个月三十多元 现在一元 过两元钱 即是坏点说一句 桌地 可能你都不会收拾 如果可以的 去帮帮忙 不要消失了一个 有心做新闻的 网台 好了 这个星期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 回来和大家 每周大事分析 下星期见 拜拜 下星期见 就像初启 牧将来